杀人不眨眼的女工兵竟然主动寻出警察的保护 可话音刚落 仅仅三秒钟,安保人员就被全部消灭 只剩下队长威廉和安娜 为了保护女人,威廉小心翼翼的带着她往楼上裸动 还没等她说完,威廉就被一枪撂倒 安娜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把她拖到了安全地带 一通翻找后,只找到一瓶502胶水 情况紧急,安娜顾不了那么多 把胶水一股脑的倒在威廉的伤口上 试图帮她止血,至于能不能活,就看她的造化了 随即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 制作出一个定时燃烧瓶,自己的躲在死角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敌人 很快,一个人影收到了这里 当她看清敌人的样貌后 艾德看到她肚子时,仿佛受到了起始大辱 突然抽出匕首,扎在了安娜的肚子上 剧烈的疼痛让她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 侥幸活下来的安娜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幸运的是母子平安 不过孩子却被警察带走了 警长告诉她,艾德并没有死 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被人带走 接着吹出安娜说出实情 否则拒绝保护孩子的安全 由于片刻后,安娜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尝试艾德的手下 在得知她走失军火后 蒙神过退出的想法 可那时已经骑虎难下 只能静静的等待时机 直到遇见了赫尔 她是艾德的合作伙伴 从这以后,她就游离在两人中间 想要捞一笔再离开 却没想到意外怀孕了 在此期间,她意外发现 二人背着自己操纵别的事情 很快她偷偷找到运输的货柜 发现确实是军火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角落里的货柜引起了她的注意 当她打开后 里面的一幕令她当场愣住 这时候她才明白 他们不但走失军火 还走失人口 紧接着就联系了警察 为自己和孩子寻求庇护 在得知真相后 警长表示可以保护孩子 但是安娜必须离开 否则孩子依旧会很危险 随即递给她一份 宗旨侵权协议书 让她自己考虑 这一刻,安娜陷入了两难 一方面担心女儿的安全 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女儿 最终她拖着疲惫的身子 找到了威廉 请求她帮女儿安排一个好人家 并要求每年给她寄女儿的照片 倘若要是遇到麻烦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她 尽管很舍不得女儿 但她必须离开 最终选择隐匿在一片雪山之中 一个人孤独的生活着 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12年 直到她收到威廉的求救信 她意识到女儿遇到了麻烦 随即收拾好装备准备出发 女儿就是她的逆临 处者必诛 女人躲在角落 正关她多年未见的女儿 突然一辆红色面包车飞速死来 安娜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立即拿起提前准备的武器 眼见车辆停下 安娜越发的紧张起来 因为又出现一辆面包车 就在她确认周围 还有没有其他威胁时 躺椅上的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紧接着她就看到男人挥动手指 随即穷面包车上下来两个人 奔着女孩就走了过去 安娜当即瞄准对方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男人指挥一辆车去阻止安娜 自己则冲着女孩走了过去 开枪打上计谋后 详情把女孩带走 令安娜没想到的是 对方躲在女儿的身后 迫使她无法开枪 更倒霉的是 一辆大巴突然出现 挡住了狙击视线 等到再看到男人时 女儿已经被送到了车上 就在这时 红色面包车已经死来 安娜急忙趴在汽车底部 凭借灵巧的伸手 在众多车底穿梭 直到爬到一辆卡车下方 又走入轻而易举的垂开底盘 等到敌人收到这里时 她已经躲到了车厢里 趁着对方搜查后方车辆 安娜利用匕首发动引擎 接着从平台发了下去 此时威廉也刚好赶到 在车上她愤怒的指责威廉 明知道有人要绑架女儿 为什么不提前 安排更多的人员保护 威廉羞愧难当 安娜其实很清楚 这件事不怪她 可是触及到女儿的事情 她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随即让威廉尽快查到绑匪的信息 她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很快威廉找到了线索 绑匪是安娜老情人赫尔的手下 他们已经带女儿躲到了古巴 安娜想也没想 就连夜赶了过去 在一个小酒馆里找到了绑匪 为了防止意外 她把绑匪带到一个废弃工厂 对她进行严刑逼供 见对方还是嘴硬 她捡起地上的酒瓶 把绑匪的衣服盖在她的头上 把酒一股脑都倒了上去 辛拉味顿时充斥在绑匪的肺泡里 让她呼吸都变得困难 安娜趁机威胁对方 如果再不配合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 最终绑匪被吓得说出了中原弟子 她以为安娜会放过她 可她忘了 女儿就是安娜的一切 处之必死 很快安娜就找到了中原 凭借超高的技术 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外围守卫 威廉趁机解决掉进点敌人 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 安娜潜入中原内部 根据守卫所在的位置 判断出关押女儿的房间 只是女孩还不知道 安娜就是她的母亲 对她一堂抗拒 安娜没时间解释 只好强行带走她 把女儿交给威廉后 她又转身回到了中原里 伤害女儿的人 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她 安娜刚来到房间 就看到举枪的赫尔 威胁她扔掉所有的武器 赫尔自问她 女孩是不是她的女儿 安娜懒得和她解释 见女儿安全后 安娜决定再次离开女儿 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全 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让安娜愣着原地 她很想承认 但是又不敢承认 最终理性战胜了感性 否认了女孩的念头 转身离开了这里 看着渐渐远去的女儿 安娜的眼泪最终还是流了下来 纵使她拥有再强的能力 可终究还是无法和女儿在一起 殊不知危险再次来临 威廉带着女儿刚下高速 两个人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可刚到路口 威廉当场陷入了昏迷 两个大汉直接把她嫁了出去 此刻女孩还并不知道 一切都是为了她 这时一个满脸伤疤的男人走来 抚摸着她的脸颊 同时询问她母亲的下落 话音刚落 当安娜看清对方的脸时 当场愣住 没想到艾德还是早来了 就在她思考该如何带走女儿的时候 艾德突然开枪打死了威廉 趁着爆炸 安娜急忙去车带走了女儿 她太清楚艾德的手段了 现在绝不能把女儿送回家 当务之急就是先回到雪山 在思虑过后 安娜最终决定 训练女儿生存技巧 即便以后自己不在身边 她也能有自保的能力 令安娜没想到的是 女儿展现出超强的天赋 安娜第一次在女儿面前露出了笑容 为此 她奖励女儿一天的休息时间 不料还是发生了意外 女儿不小心被右狼咬伤 她焦急地带女儿来到医院 令她没想到的是 女儿暴露了姓名 她意识到必须赶紧离开 艾德很快就会根据就医信息 找到这里 她让杂货店老板送走女儿 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对付艾德 果不其然 晚上艾德就赶到了雪山 女儿意外发现 安娜留下的绝笔信 这一刻她才明白 母亲对自己的爱 是那么的伟大 趁着老板不注意 她开车往山里死去 此时艾德已经找到了木屋 凭借对安娜的了解 她在雪地车上绑上炸弹 静止地冲向木屋 而安娜早就逃了出来 趁着敌人埋伏的时候 果断解决一人 穿上对方的衣服 不断收割敌人的性命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消息 三下发现了女孩的踪迹 安娜和艾德同时往三下赶去 纵使女孩学习了战斗技巧 可她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 面对雇佣兵 还是被强行抓住 当安娜赶到时 女儿已经被带走 她急忙驱车追赶 在母女两人的配合下 安娜再一次救下了女儿 很快 母女二人来到一处亮网台 女儿负责爆点 安娜负责狙击 轻而易举的解决了一个追兵 就在这时 女孩的头顶出现一个红点 艾德通过对讲机 让安娜去指定的地点 否则她就亲手打死女儿 安娜这一次真的慌了 艾德已经知道了女孩的身份 在安抚好女儿后 她孤身一言来到山坡 艾德果真是老奸巨华 逼迫安娜卸下装备 随即两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尽管安娜身手了得 但终究还是被艾德锁住脖子 就在她想要干掉安娜的时候 开枪的竟然是女孩 不知何时 她绕到了身后 看到倒在地上的安娜 她急忙赶了过去 却没想到艾德突然出现 强行把她带走 不久后安娜醒了过来 才发现女儿用的是空猫弹 看着扭曲的胳膊 她强忍着挪到石头旁 强行复位后 她又捡起步枪 瞄准了离开的艾德 看着还在行驶的汽车 她伤心的趴在地上 女儿还是被带走了 就在她抬头的一瞬间 远处一个人影不断向她走来 竟然是女儿 刚才那一枪 居然真的击毙了艾德 看着趴在怀里的女儿 安娜痛苦不已 最终 她还是把女儿送到了养母的身边 虽然危机解除了 但女儿还是要回归正常生活 自己则会像一个影子一样 无时无刻地保护着女儿 俗话说得好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位母亲 当你触及到他们的逆临时 你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我还是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我还是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好 好 好